你 你要是 不老是 你将看到他们母子三人的尸体 被躲得一块一块的 留给你信上 别害怕 自个儿绑上 自个儿绑上 我说你小子老跟着我干嘛 没事 我要送送您 有事快说 处长 局长给的烟 给您抽吧 我告诉您 你不知道我平常抽烟少啊 我不抽 有什么事快说 不愧是领导 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我就说了啊 好了 前面就是你的归宿了 记住 有人在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我给你三十分钟时间 三十分钟之后 如果炸药没有爆炸的话 你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将会被杀死 他们可是因为你而死 放松一点 只要想到老婆孩子 你就不会紧张 到时候 如果没有勇气拉响炸药的话 你想想他们母子三个人 你就有勇气了 站住 你知道去炸什么地方吗 知道 知道 记住 他们都得死 他们是你的陪葬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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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 我知道您是我领导 可我更觉得您像我大哥 我就姓蕾 行吗 其实在我心里 你就跟我的兄弟一样 好 你就姓蕾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兄弟了 啊 真的 嗯 太好了 哥 您再帮我起个名字吧 我告诉你啊 起名字这可是大事 我回头好好给你想想 啊 老王 老王 站住 老王 你身上苦苦的 肯定装好吃的了 来来来 给我看看 干什么 你凭什么死我身呢 你怎么这样啊你 处长 你看他还急了 一点礼貌都不懂 好 老王 别往心里去啊 因此开玩笑呢 我 我没 我没有啊 我老婆 她 你老婆惹你生气了 你也不能冲我发火啊 好了好了 老王去吧 哎 哎 老王 啊 今天是你值班吗 啊 今天是小任值班 他爸病了 所以请我带班 哦 好 我 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 今天不是老王之班 我怎么知道 你觉不觉得 今天老王有点怪啊 是 是有点不对劲 平常跟他开玩笑 他从来不急 哎 怎么回事 老刘 哦 出什么问题了 你看 哦 怎么样了 看样子啊 是线路出了点问题 线路出问题了 那咱们得招人来修啊 只能这样了 哎 王师傅 你怎么知道线路出问题了 真是神了 来来来 在那儿 来来 老王 你看 小任 你爸是不是病了 糟了 找王叔啊 局长来了 哦 小冯啊 哦 局长 那个 密码翻译的怎么样了 哦 刚才线路出了点问题 不过老王正在修呢 哦 刘刚 那个线路怎么回事啊 哦 这老王正在修呢 哦 小王 线路 老师王 你要干什么 哎 别动 王叔王 你别动 你们心动不心动 你们都必须得听我的 把他放下 否则 我跟你们同归于尽 老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冷静一点 我也不想这样 我是给他们逼的 他们绑架了我的老婆和孩子 他们只给我三十分钟时间 如果到六点还没有爆炸的话 他们就杀了我全家 我不想这样啊 我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呀 老王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现在就去救你的老婆孩子 你不能去 你们谁都不能去 老王 你冷静一点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想不想救你的老婆和孩子 我这就是想救他们呢 老王 可你现在的行为 能救得了他们吗 啊 老王 你现在等于是在要他们的命 把他的全家都杀掉 老王 你站住 不然我就来了 好好好 老王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为我死 我让他们好好活着 老王 你以为你炸死了我们 他们就能好好活着吗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雷齐明用我的人格担保 一定把他们平安地送到你眼前 怎么样 你家里究竟有几个特务 四个 不不不 好像是两个 你真的能把他们救回来 请相信我 齐明 快叫人去 是 再过五分钟 再过五分钟 没有 就是 二 第二 上 可能 一 你 我 不 他 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一定要相信雷处长他们 你的老婆孩子 不可能 一定会得救的 不会的 他没有机会了 这一切 都不可能了 可能 我们处长一定管得到 我可以 是你们 是你们杀了我老婆孩子 我饶不了你们 快 快 快 你们真的被救回来了 孩子呢 双娃你放心吧 孩子们他们都很好 王双娃 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承诺 你也应该说到做到吧 你别过来 王双娃你这个混账 早知道这样刚才就一枪打死你 王双娃 你个贵儿子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不相信他们 你还不相信我吗 老婆 你别是他们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们的眼睛 他们都恨我 他们根本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冷静一点 你这样做值得吗 你们都闪开 放我老婆走 你回去把孩子带走 走得远远的 王双娃 你到底要干什么 王双娃 你仔细想想 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比亲人更重要的 你老婆孩子已经安全了 他们需要你 来 王双娃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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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我怕他们被骗子 你不相信 我一定会有什么 你都会拒绝 我 你居住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 我一直没见过那个人的脸 他一直是背对着我在说话呀 你之前没有见过那个人吗 没有 绝对没有 通过他的声音和动作 能感觉到他有多大岁数吗 听声音有五十多岁 但看动作又好像是四十出头的样子 我真的说不准他到底有多大年龄啊 他们在你家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过江文轩这个名字 那你有没有听过他们提起过某个地方 或者是某个人的绰号 没有 你再好好想一想 你有什么听到或者看到过的 被你忘了 先生 这次的行动失败了 没有失败 是个平手 这只是第一回合 下面会更加精彩 知道这是谁的事吗 李白 实不傻一人 千里不留心 按照尼采的说法 这些字应该用血来写 这两年过得还好吧 做点小买卖 日子呀还算过得去 成家了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维奴 你信不过我 我刘正 生是党国的人 死是党国的鬼 怎么还跟我说这个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 你也该成个家了 毕竟有个女人好过日子嘛 说实在的 过日子 真的没敢想过 维奴 维奴 今天在这儿 能给你喝上一杯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以为 咱们这辈子 再也见不着了 这次回来 一定有什么大事吧 我这次回来 主要是为了策划一起行动 行动代号 死亡歧视 连同我在内一共有四个人 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但是 首先得先跟一个叫血狐狸的人联系上 这血狐狸是什么人 他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但首先 他得到我的认可 也就是台湾的认可 那我们街头地点在什么地方 街头地点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 是在牛脖子的香火铺 那安全吗 现在还不好说 来 是在牛脖子的香火铺 是在牛脖子的香火铺 谢谢大家 谁 我 出去 出去 南向 你真漂亮 你喝多了 出去 我没喝多 我都快想死你了 咱们俩这么久了 人前人后的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清楚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总得体谅一下我吧 我也是个男人啊 南向 我们孤男寡女的 两年多了 你就不想那事 南向 我们做回夫妻吧 我发誓 你还是我的上级 我还是你的下级 正儿 你也算是个男人 别让我瞧不起你 我不干了 这活没法干了 成天耗在这儿 还不如一条狗 要不 我就冲出去 跟共产党抵个命 要不你就照着我的头上 开一箱 打死我算了 好了 好了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什么狗屁任务 蓝香 我跟你说句实话 要不是你 我早不干了 我整天呆在深山老林里边 为的不是什么任务 什么党国 我为的是你 别胡说 我没胡说 你到外面去看看 早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他们倒好 跑到台湾去了 还说什么要反攻 什么时候 侯内马约 反攻大陆 是迟早的事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坚持 坚持 老蒋几百万人都没坚持住 就凭咱俩怎么坚持 坚持不住也要坚持 坚持坚持 我看坚持到什么时候 你现在满腹地牢骚 我看你就是闲的 明天去趟重庆 看看上面有什么情况 听到没有 又去找那个牛脖子 对 刚刚有这个 你看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便宜 这个 这个看着好一点 要这个吧 对对 你要这个 对对对 给你钱 拿好啊 好拿好 谢谢啊 谢谢 小姐要的什么 来来拿一个 我再送你一个 好谢谢 再来啊 来来来 看一看 便宜了便宜了 要这个吧 上香火 求个吉利吧 还有这个 来来来 来我要这个 多买便宜 多买便宜 你是要这个大的 对对对 还是要这个小的呢 行 你看看 好好好 我要这个 今天是个好日子 都烧起来 他就是牛脖子 丘龙王保佑 这个妙可怜了 好好 好 再请一把吧 好吗 来来 拿好 来 给你 拿好 看来它隐藏得不错 你看 请香吗 好好好 你看这个 我要这个 这个吧 来来来 来一把这个 好 这给你 二位 请香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 你这都是醉香啊 你搞醉的 我真是你这香油 你怎么欺负你 我欺负你了 这我欺负你 这我欺负你 打人不好 干什么呀 一会儿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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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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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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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真是的 现在是新社会了 有本事上战场 打美国鬼子去 去 欺负我一个卖香火 就有什么本事啊 欺负我一个卖香火 真是 快快快 蝙蝠 狼 血狐狸 死亡骑士 降临人间 从这封蜜店上来看 一定与他们正在展开的计划 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 破译这封蜜店 是消灭这帮特务的第一把钥匙 小冯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拿到这把钥匙呢 依我现在的能力 想要在短期内成功地破译密码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更何况 刘刚现在已经住院了 他能够坚持多久 我们也不得而知啊 拿到化验室 叫给刘大夫 好的 刘大夫 小李 这是刘刚的血样 我马上化验 好 女大夫 怎么样 刘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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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验报告出来了吗 还在等等 快乐 余叔叔好 小田好 今天怎么去上学啊 今天不上学 放假 小田是在看什么呢 德标系的钢琴曲 厉害呀小田 妈妈嫌我弹得不是太好 让我再看看乐谱 小田啊 你余叔叔 可是从德国回来的 弹一首好钢琴呢 什么时候 请余叔叔听听 行 叔叔说好 才算过关 知道吗 别说这事了 说起来我就惭愧啊 看我在德国是学医的 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啊 我听的音乐会 比我看的病历还多 余叔叔 你应该能让我过关吧 我一定让小田过关 余大夫 陈科长 给我来烫宝贝科 我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小田 再见 坐下 好好看吧 嗯 嗯 妈妈 这次我可没有弹错吧 音符是没错 但是你没用心 走神了吧 原问我呀 我可没有走神 你走神没走神 我听你音乐就听出来了 最后一段想什么呢 妈妈 你耳朵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跟妈妈说 刚才想什么了 想爸爸了 没冤枉你吧 谁说想我呢 爸爸 爸爸 我正想你呢 你就回来了 我也想你了 我想死你了 还真是想你了 想你想的弹琴都走神了 真的 玉美 我跟你说点事 继续弹 好 好好谈啊 嗯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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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刘光的病情怎么样了 哦 现在可以确定是中毒 中的什么毒 是十五种毒吗 不是 正在做毒性分析呢 化验结果明天才能出来 严重吗 这个靠眼睛是判断不出来的 要等明天化验数据 举气出来 把枪放下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不准动爸爸的枪 你怎么不长记性呢 好了好了好了 孩子嘛 小田 不过爸爸跟你说啊 这枪可不能乱动 万一走了火怎么办呢 去 把我今天教你的曲子 再弹两遍 不 爸爸 我都弹了好几遍了 不行 快去 好了 小田最乖了 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 去吧 爸爸 乖 乖 快去 快去啊 好 谢谢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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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弹琴 你说对不对 我明白 可我就是担心 你答应我 一定保护好自己 行吗 放心吧 冯姐 我先走了 去吧 雷处长 好 雷处长 好 怎么样 多可留纲了 我也是按照他以前留给我的一个新的破译排列公式 才找到这个突破口 但是现在 也只能完成这么多了 接下来的破译 将会更加艰难了 处长 小枫 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破译他 依我现在的能力 想要在短期内成功地破译密码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虽然之前 我们在刘刚的指导下 已经获得了一些小的成功 但是接下来的破译 将会是举步为鉴 更何况 以刘刚现在的病情而言 他能坚持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明白 那现在 谁可以帮助我们 我想我丈夫 也许会帮助我们 你丈夫 嗯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丈夫是个数学教授 那就 请他来帮助我们 怎么办 我丈夫他不喜欢政治 我担心他不肯 哦 要不 我亲自请他 不用了 还是我来吧 我尽量地说服他 顺便 我回去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我想这段时间 恐怕要睡在办公室了 要不要 我派人跟你一起去 哦 不需要了 我快去快回 好 嗯 处长 他要找你谈话 谁 王双娃 先生 蛇赖进来 刘刚已经住进医院了 好极了 这回他出不来了 冯一锋也必须死 他们是叛徒 刘刚以前是中统局的情报员 冯一锋是重庆军统集察处电讯三科的情报员 我最恨叛徒 我最恨叛徒 叛徒 冯一锋的事你来办 是 至于 刘刚 老朋友了 我要去见一见他 先生 你要去医院 太危险了 危险才有意思 我也该出去活动活动 你不要再说了 我是不会帮你们的 你每天除了知道和你那帮朋友打牌以外 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 你以前不是也在中统情报部门工作过吗 那是抗战 那是打日本人 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逃跑 后来情况不一样了 我不想中国人杀中国人 所以就跑了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呢 我见识过他们杀人 更不愿意被他们杀掉 雷处长 还有件事 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老王 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一切 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 雷处长 我 我对不起你们呢 他们硬逼着我 让我给刘刚同事水里 下毒啊 你说什么 下的什么毒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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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